李笑回到实验室 不紧不慢地慢上楼梯 瞧瞧 快过来 这几位是科研所的专家 今天要在咱们实验室参观一下 正好你和林真赶紧收拾收拾 明天就去科研所报到吧 这么快 李实验员 您好 我是科研所的人事组长张继 之前就听说你在南洋一大成绩优秀 又是江院士的得意门生 所以咱们科研所一直都在期待着你的加入 其实我今天过来也是带着另一个任务的 咱们想看看你的医疗器械 之前听人说人和基因测序设备都很先进 所以咱们这几位基因方面的专家也想来见识见识 走吧 我带你们去看看 转眼 一行人跟着江院士去了研究室 李笑没进去 反而靠着窗台 不知在想什么 一阵脚步声从前方传来 他抬眸 就见连针脸色不太好地走了过来 怎么了 他们想要我们的基因测序设备 YH-2A基因测序 设备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 我听见那个负责人在跟老师商量 想要调一台送到研究所 老师怎么说 当然不想给 但那几个人用我们的项目为借口 正在劝他 那就给他们吧 就这么给 没办法 收支于人能怎么办 严格来讲 科研所确实属于我们的上级 李翘从兜里摸出手机 连师兄 你想加入医学联盟吗 不到二十分钟 科研所同事 几乎把整个人和实验室都转了一遍 最后 一台基因测序设备 两台制药设备 还有不少刚刚研发好的药剂 被他们以用于研究为名 和江院士达成协议 不日送往科研所大楼 当天下午 三个人坐在会议室中 老师 喝点水 这次是我大意了 这群人简直就是强盗 连针低头 神情也颇为凝重 而李翘 则老神在在地拿着手机发短信 偶尔蹦出来几个问题 老师 你身份证号多少 江院士如实回答 不多时 老师您什么时候取得的院士身份 十二年前 李翘点头应声 手指还在有条不紊的车着屏幕 乔乔啊 你干什么呢 送您一份礼物 转眼 时间来到晚上六点 由于李翘和连针 明天即将去科研所报道 实验室的小组同事 特意安排了一次聚餐 给他们践行 这顿聚餐 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自己的目标 现在 实验